各位欢迎收看咸辉的频道 由6月10日到加夏 已经过去两个星期了 端午节的影响力都越来越淡 在佛山南海的跌校 这里是差不多5月初就开始端午了 前几天这里又迎来了 2024年龙船飘移的最后一模 为夹十年的端午画上完美的具体 叠教这些扒仔 在经过4天的飘移大赛之后 就彻底过正常的生活 该上班就上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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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但都说了 这里的端午是要过一个多月的 日子都未够 鼓声又怎样停 所以这里的女士 就在端午节过后 接过了男士的奖 继续爬龙船 始终都是男女有别 女士爬龙船 就没有男士爬得那么激 不怕力量的差距在这里 所以女士爬龙船 前后摆态的粗重功夫 都是要给老人做的 女士跟男士的分练时间 都差很远 男士就差不多要不成两个月 女士就少很多 她们就华年了大概十天 所以这条船可以用一定的速度向前走 就已经达成了目标 而在目标之上 当然是快点好 因为可以用一个紧标 但想得龙船这些 这么有澎湃力量的载体 当然是要有根角不易的气势 一鼓一掌 一呼一哭 都是有板有眼的 老人那时候怎么做 女士一样要这样做 很多平时都很精致的女士 都会上船出回分离 不仅爬龙船 央年龙船 真的挺不方便 反正如果你对身材有要求的 都会不争吻 如果想要央身材 一条好的 就一定要做起码 而且都是那几部机 爬龙船 一次过就完成了 而且在岸上 又会有很多人帮女士留下 很多摄影 因为很多女士在爬龙船 真的有型的 漂亮的 漂亮的 所以真的在这里 看着这条片的女观众 如果你有亲戚或者朋友 可以联络一下 下年就报名去玩一玩 因为女士的龙船 是没有规定要管车的人才可以上 你认识那些人就可以了 有位置就上 不过有点可惜就是 这次比赛 这次比赛 就是过了端午节 又没有什么宣传 我都是无意中看到 贵城碟南社区的公众号 才知道有些什么 所以你们看到 其实真的没有什么人过来看 那些椅子都没有错 在之前的一个夜份 都可以搞到你的手机 只可以拍照 但这次呢 就可以拍照之后 马上铺上那些社交媒体 展示自己的英知 不过过来跑步船 都是为了开心一下 去那些江南水乡 都要自己付钱去坐那些游浪船 这里是自己去爬传统龙 还有奖金的 虽然就说意思意思的一口水 还有龙船饭吃的 所以其实这种经历都是挺有趣的 而且叠交了这里的环境 其实就不会比江南那边差很远 古色古香 加上村里没有任何商业化的东西 因为这里本身是市中心 所以你可以在这里体验到 什么叫传统和现代的商业化 之后叠交两个月的圈锹都结束了 随之恢复回水香的面貌 之前被船客到不知躲去哪里的鱼 都出回来 对了 之前不少观众都在留言里很关心水 水看上去不是挺好的 今次的影片 你们就可以看到 其实在没有炮龙船的水 其实都是和江南那边的古镇差不多 都是绿色的 水里面真的很多鱼 之前看上去很混濁很骯髒 只不过是画掌的时候 带起了糖底的泥 所以其实碟膠这边的水 其实都挺好的 为什么呢 因为水不可以 正常人都会掩着鼻子 因为水不可以就会有味 你们看到之前的影片 有人看龙船的时候 都没有掩着鼻子 所以看上去不干净 纯粹因为爬龙船 因为爬龙船 这里就没什么 这些东西的 碟膠这里 其实平时是没什么游客过来的 加出了名字 之后就会多了一点点 畢竟这里有世界唯一的龙船飘移 但是都不会多到像房间那边那样 这边的节奏是很慢 很轻的 那些时间好像停了一样 因为这里真的除了爬龙船 就没什么娱乐 但是爬龙船都是一年一咀 过了一咀过了之后 就变回平静了 那些龙船爬完之后 就会洗凉 擦干净 拿在树底或者棚里面 等下一年的到来 那些阿叔 阿姨 阿姨 都会在河岸那边 继续聊天 大概都是这样的 大概都是这样的 龙船是这样的 因为我知道很多人都没有 兜兜兜兜兜兜 看过龙船是这样的 甚至可以上去龙船爬都可以 因为佛山这里 有些本地的旅行社 是会做亲子团 给家长和小孩 一起扒龙船 游一下叠架的水道 其实过程就是 和江南那边的游船差不多 不过这里又夸张一点 用那些三十米长的船游 这些没有放在树底或者棚里的船 是给亲子团玩的 这些都是舊船 和比赛船 或者新船 其实和那些小孩一起扒龙船 都是比较有意思的 我们小时候也没有玩过这些东西 其实是传承传统文化最直接 最好的一种方式 在亲子游船的过程中 大朋友都可以憧憬一下 霞燕的情况 想想如何规划 看看世界唯一的飘移比赛 好了 在女士们奉献了最后一舞之后 这场属于岭南水乡的年度性 就落下了围幕 今年的故事 真的到这里就结束了 希望六月份的这三段 关于佛山南海叠架 龙船飘移的影片 又为屏幕前的你 带来个欢乐 都请你们记得follow我的频道 因为我会继续为你们 带来各种Aerhawk玩乐的推荐 一些古灵精怪的旅游心得 或者一些文化的体验 我们下次再见 拜拜